她叫泰特 是野狗族群中的女王 这天 泰特族群经过一场狩猎后 在领地内休息 随着电闪雷鸣的到来 他们的领地出现了入侵者 这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女儿 黑奸 黑奸族群在数量上 已经达到30多只 占有绝对的优势 由于族群内成员增多 他们不得已扩张领地 而其他地区 都是由狮子猎狗掌管 他们无法争夺 所以把目标对准了自己的母亲 而母亲泰特的族群 只有15只左右成员组成 黑奸的突然袭击 给母亲泰特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数量上没有优势 加上没有任何防范 这迫使母亲泰特撤退 女儿黑奸成功地占领了 她母亲的领地 现在母亲泰特的族群 已无家可归 所以他们不得已 向一个危险的地区撤退 那就是狮群的领地 要知道在狮群的地盘上 自己的幼崽会非常的危险 就连成年野狗狮子们 也不会放过 可眼下这里 是唯一的藏身之地 即使是有危险也要冒险一事 三个月后 女儿黑奸的势力大增 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 他们通过寻着气味 又来到了母亲泰特现在的领地 要知道 这片区域的真正主人可是狮子 女儿黑奸要将她的母亲 永远地逐出 这实在是非常大胆的想法 时间来到夜晚 黑奸家族并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夜行 黑夜里行走 找来了猎狗的跟踪 最好的防守就是主动反击 黑奸族群冲向猎狗 在战斗中 其中的一只幼崽被猎狗们分时 不会再看到明天的太阳 失去幼崽的黑奸族群 低头垂尾 沮丧地继续踏上征途 从黑夜走到天明 他们来到了狮群的腹底 母亲泰特带着自己的族群 在这里生活的还算比较安定 他们成功地避开了狮群的威胁 可女儿黑奸的到来 让她感到不妙 不得已再次进行躲避 在女儿黑奸还差一公里 就要追上母亲泰特时 他们被炎热干旱的天气所打败了 被迫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 长途跋涉的他们非常的疲惫 进入了深度睡眠 纵然不知道一只狮子正在靠近 正当狮子准备发动进攻时 一群野牛咆哮而过 这巨大的声音 惊醒了黑奸族群 当他们醒来时 一眼看到了正要进攻的狮子 于是拔腿便跑 狮子们把黑奸族群追到四分五裂 狮子尝试捕捉幼崽 可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只野牛冲向狮子 也正是他的出现 解救了黑奸的幼崽 野牛单枪匹马的迎战狮子们 实属罕见 只能说这是只有勇无谋的野牛 很快他被四只狮子扑倒 成了狮子们的晚餐 黑奸族群目睹了这一切 他们没办法表示感谢 只能赶快逃离 他们来到水边饮水解渴 打成想被鳄鱼偷袭 族群中的一员被拖入水中 族群其他成员们 只能在岸边干着急 使不上劲 可以看出 他们现在的迫切的心情 却束手无策 这次的征途给黑奸 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笋兵折将之后的黑奸 不再继续向前 他带领族群们 日夜坚诚地赶回自己的领地 多行不亦必自毙 黑奸的所作所为 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